国际物业顾问,重量零行专家周二表示,未来及格季度,上海房地产市场的严格调控政策将继续保持,而开发商基于资金要力将加快推出楼盘,在政府限价政策下。 房价有下行压力,重量零行周二发布的简报指出,上半年上海新开楼盘项目增多,带动整体市场成交量继续回暖,二季度一手商品住宅成交,共计12,251套,环比上涨21,在政府限价,新开楼盘价格低于市场预期,在二手房市场,由于更多房东降价吸引买家。 二季度二手房价格近上季度下跌后,再次环比小幅下跌0.1%,在二手房市场,近期包价已出现松动,降幅比较大。 重量联形上海项目销售部,总监周静指出,他解释称,普通二手住宅市场,近年来价格早已松动,主要印制换需求所推动,而高端住宅市场,本来因限购造成的空卖一套少一套二DQUO。 房主原本不太愿意出售所吃房产,但今年来国内思经面趋紧,无论是信贷牌,是信托到其他融资渠道,都在收索,愿意出售的房东开始增多,而且是愿意降价出售。 他认为,近日地方政府抑制房价上涨,和稳定住房市场的决心,未来几个季度,上海包括线下在内的严格的调控政策,将继续保持,下半年将有更多的开发商,受到资金压力,而加快开盘速度,下半年新增供应的增加将带动销售量混暖。 国家统计局6月中发布的全国70个城市房价数据显示,5月国内7个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下跌的城市中,就包括上海和深圳两个一线城市。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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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